第一次花圖了700塊錢 長髮PJN女孩化名雪兒 是中國大陸一流學府的碩士 卻被愛情騙子騙投資 俗稱的殺豬盤 兩週內被騙走約587萬台幣 因為他跟我發了証明證 然後又跟我發了証明證 我沒有曉得這些東西 抓點在測 我還以為差異也是受害的 雪兒一開始以為男友也受騙 結果對方回訊息嗆他 你知道緬北有毒亂嗎 他天天被打被電 現在不只名校高材生 中國大陸的中科院博士也受害 以為找到新加坡的高薪工作 其實是被騙到緬甸做詐騙 第一個月會相當於 人比六千元的錢 後面幾個月的話 那只有幫他們騙到錢 他們才會給你發提成 首先是偽裝成女性 然後去詐騙那些歐美的男性 這名博士聲稱 疫情期間他原本在研究機構任職 在中國大陸想找更高薪的工作 卻很困難 他當時薪水曝光 只有四五千人民幣 也就是一名中科院博士 薪水近不到兩萬五台幣 每月的工作大概是四五千元左右 然後在2022年的時候 我的父母都生病 然後女朋友也生病 他們生病時需要花很多錢 當時全家人只有我一個人工作 這個面臨非常大的經濟壓力 因為經濟壓力掉入詐騙陷阱 現在被營救出來 中國大陸官媒近期不斷宣傳 打擊緬北電信詐騙 累計一千四百八十二名嫌犯 已經被遣送中國大陸 TVBS文章正名陳韻文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打擊緬北電信詐